在1920年 德国数学家David Hubert 设计了一个著名的思维实验 向我们展示了深入思考无限的理念 到底有多难 想象一个酒店有无限数量的房间 和一个认真工作的夜班经理 一天晚上 Infinity酒店满房了 被无限数量的客人全部拥有 预定了 一个男士走进了酒店并且要求一个房间 夜班经理并没有拒绝他 而是决定给他一个房间 怎么可能 很简单 他让一号客房的客人搬到了二号客房 二号客房的客人搬到三号客房 以此类推 每个客人从N号房间搬入N加一号房间 因为那里有一个无限个房间 总有一个新房间给每一个已有的客人 这样一号房间就留给了新的客人 这个过程可以被重复给任何有限数量的新客人们 假设一个观光大巴 40人下车要找房间 那么每个已在的客人 只要从N号房间搬到N加40号房间 因此 就能打开新的40个房间 但是现在 有一个无限大的巴士 拉了可数的无限多的乘客来租房间 可数的无限是关键 现在 极大巴士上的无限乘客 一开始为难了夜班经理 但是他意识到 有一个方法可以安置每一个新人 他让一号房间的客人搬到了二号房间 他然后让二号房间的客人搬到了四号房间 三号房间的客人搬到六号房间 以此类推 每一个当前的客人从N号房间 搬到了二N号房间 填补了只有无限的偶数号房间 通过这样 他现在清空了所有的无限的基数号房间 无限大的巴士的乘客们 将占用这些基数房间 每个人都很满意 并且酒店的生意前所未有的兴隆 实际上酒店的生意和往常一样好 在一夜之间赚了无数的美元 关于这家惊人的酒店的消息传开了 人们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 一天晚上意外发生了 夜班经理看了外面 并且看到了由无限大巴们组成的一个无限的排列 每个大巴都有一个可数的无限多的客人 他能干些什么 如果他不能给他们找到房间 这个酒店可能会失去无数的钱 并且他肯定会失去他的工作 幸运的是 他记得在公元300年前 Euclid证明了质数的一个无穷量 所以为了完成这个看上去不可能的任务 找到无数的床给无数的大巴上的无数的疲倦的旅客们 夜店经理安排给每个当前的客人第一个质数 二 密指数为他们当前的房间号 因此 当前所居住房间号为七 那么就要住到房间号为二的七次方的房间里 也就是128号房 然后 夜班经理带领一些人坐上了第一批无限大巴 并且安排了房间号给他们 下一个质数 三 密指数为他们在大巴的座位号 因此 座位号为七的第一辆大巴上的人 到房间号为三的七次方 即2187号房间去 这个过程持续到给第一辆大巴上的所有人安排好房间 第二辆大巴上的乘客们被安排到了下一个质数 五的密 接下来的大巴 七的密 每辆大巴如下 十一的密 十三的密 十七的密 等等 因为这些数字 每一个都只有一和他们的密本身作为因数 因此 就没有重叠数字号的房间 所有大巴乘客们呈扇形散开到各自房间去 利用独特的房间安置计划 给予独特的质数们 这样一来 夜班经理能够安排每辆大巴的每位乘客入住 尽管还有许多房间是空的 像是六号房 因为六不是任何质数的密 幸运的是 他的老板数学不是很棒 所以他的工作是安全的 夜班经理策略的实现是可能的 仅仅因为Infinite酒店一定是难办之事 他只能处理最低水平的无穷数 主要是可数的无限自然数 1、2、3、4等等 Gerrick-Kanter称 这个水平为无穷大阿列夫灵 我们使用自然数为房间号 同时也是大巴的座位号 如果我们处理更高级顺序的无穷数 比如实数 这些结构策略便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系统地包含每一个数字 实数Infinite酒店 有复数号的房间在地下室 分数号的房间 因此房间号为1分之1的人 总怀疑他的房间小于1号房的人 平方根的房间 像房间号为根号2的房间 和房间号为圆周率的房间 这些乘客期待免费的点心 而什么样的有自尊性的夜班经理 会想要在那里工作 哪怕薪水无限 但是再看看Hilbert的Infinite酒店 永远都不会有空缺 并且总是有房间给更多的人 这位一直勤奋 而且也许过于热情好客的夜班经理 所面临的情景提醒我们 我们这样相对有穷的思维 想掌握一个像无穷数一样大的概念 是有多么困难 可能你在好好睡了一晚后 能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老实说 我们可能需要你在凌晨2点换房间 感谢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击订阅 并每周学习新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